法庭不是任何人的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準備程序前一天剛結束 藍營一早就開記者會 炮口對準大法官 而作為藍營機關代表人的翁曉玲 質疑是遭到四個機關圍毆 要面對四個機關的圍毆 那麼對我們來講 其實真的是不可承受之重 短短的時間之內 每個人要寫差不多二十頁 大概超過一萬五千字的 這樣的一個書狀 這真的不是短時間可以做到 不僅質疑人數不對等 還抱怨開庭時間太過倉促 遭到不平等對待 而另一邊黃國昌在憲法法庭上的表現 被網友揶揄一遭大法官 尤博翔慘KO 張藝營更PO出照片指出 原來尤博翔還是太陽花學運 義務辯護律師 就跟黃國昌站在同一陣線 如今黃國昌也被批評 立場匹便 主辦協辦相關的裁判 都是同一邊的人的時候 當然會覺得有一些疲憊 有一些特定的大法官 他發問的時間 比我們回答的時間還要長 面對憲法法庭公訪表現 拿白口禁一致 這肯反應也要綠尾直搖頭 在憲法法庭裡面 好像是招架不住 出來挖挖叫 這也不好 當了立法委員這也不好 而黃國昌也被抓包 憲法法庭進行中 卻當庭拿出平板 疑似在看直播留言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開酸 議場內憲法法庭 信心念念的只有直播 國昌老師沒有變 直播就是他的全世界 黃國昌聲稱 利用控黨看直播 但面對大法官的直求提問 多次無力招架 藍白是準備不足 還是大法官相對更認真 法庭公訪勾下立判 下立學員周成輝 馬月管一歲小組 台北報導